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重口味 惊悚杀人狂题材的恐怖片《短冰斧1》 这类电影由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开始风靡 时至今日仍不算落伍 这部《短冰斧1》便是对这一经典题材的重现 故事要从一个传说讲起 在行奥尔良的一处沼泽地里 游荡着一个杀人狂的鬼魂 他叫维克托 生前是一个十分悲苦可怜的人 曾与父亲一起住在这片沼泽地里 因为有着严重的面部畸形 父亲为了保护他将他藏了起来 命运悲凉的二人一直过着远离城市 不被打扰的生活 有一天 父亲带着维克托去镇上购物 维克托躲在车里蒙着头 但还是被一群熊孩子发现了 这便是噩梦的开端 从此之后 他们就以欺辱折磨维克托为乐 在万圣节夜晚 他们向维克托家的房屋丢烟花 不慎点燃了房屋 父亲这时正好到家 看到维克托被困在燃着火的屋里 便拾起把短禀府想要破门而入 但却不幸地一府披中了门后的维克托 可怜的维克托就这样死在父亲的府下 而父亲度过饱受内心折磨的十年后 也郁郁而终了 不久后 便有人说维克托回来了 于是 这片沼泽地变成了广为流传的闹鬼圣地 阴森可布的湖面上 有两人驱使这一艘小蝉在寻找着什么 水中突然的诡异响动 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似乎折藏着什么东西 只见一张血盆大口从水底下猛然窜出 一只鳄鱼使得两人虚惊异常 他们迅速逃到岸边 这时 一场大雨匆匆袭来 刚刚还在说话的同伴 此时却没了动静 气氛顿时变得紧绷 他警惕地回到小木船边 只见同伴已经杜破长流 惨死在了小船里 他立刻警醒地捡起武器 危险的气息早已笼罩四周 草丛里有什么正急速地逼近着他们 但已经来不及逃跑 惨叫声伴随着一系列血浆乱泵的血腥场面 不多时 就仅剩下半举残驱 杀人筐热身过后 我们的男主本登场 为了走出失恋的痛苦 本与基友一起参加万圣节派对 明明有热闹非凡的狂欢 他却非常反感 非要到闹鬼的偏僻沼泽探险 好基友马库斯随即同行 这本该是有惊无险的旅途 但由于找了一个不靠谱的假导游 也就跟着误入歧途 同行的还有一对胖夫妇 一个激情片导演带着两个壁池 以及一个随身配枪的女汉子玛丽 她的目的是寻找自己失踪家人 一伙人开车到达目的地后 又登上了小船 正式开始了冒险 漆黑的夜晚 水面上竟泛起零零的光辉 突然一只粗壮的臂膀 从船前一闪而过 又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 中人被吓了一跳 但只当那是一个好奇的本地人 没有放在心上 显然 维克托已经发现了他们 更糟糕的是 导游小哥竟然把船撞在石头上 灌满水的船正在迅速下沉着 大家只好顺着树枝爬到岸上 河水里危机四伏的鳄鱼 咬上了胖大叔 玛丽姐毫不犹豫地掏出枪 秒杀了鳄鱼 大家上了岸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可心里都嘀咕着玛丽为何带着枪 她坦诚 自己来找失踪的家人 并且死地非常的危险 有个杀刃狂的鬼魂正在四处游荡 玛丽向众人讲述了那个传说 但没有人相信 众人旋即离开 不远处 一间木屋引起众人的注意 阴森恐怖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时之间 大家都不敢上前 只有胖夫妇坚定地向前移行着 就在这时 木屋里挑出了一个怪物 她肌肉壮硕 手中挥舞这一把短冰符 一张脸让人无法直视 这便是久闻不如一见的维克托 她干净利落 一腹落下 顿时鲜血喷剑 胖大树挨了一腹又一腹 硬生生从胸口 劈成了两半 两腿发软的胖大神 也没能逃脱 整张脸竟被徒手撕开 惨不忍睹 其他几人以下的魂飞魄散 惊慌逃窜 手中有枪的玛丽 对着维克托一顿输出 打中维克托的胸口 维克托终于倒下 但不知是死是活 还是先跑为妙 众人跑到了树林深处 马库斯吓得爬到了树上 在好友的劝说下 才愿意下来一起同行 而此时激情片的导演 与大部队分散 独自一人在树林里乱窜 好巧不巧撞上了食人魔 原来刚才 玛丽的那一枪 并没有打中要害 导演的脖子 直接被拧了个360度 死状惨烈 另一边 六人组一起计划逃跑 可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木屋前 这样逃 只会被逐个击破 不如涌探虎穴 或许能合力 将维克托杀死 本和玛丽进入木屋 里面堆满了尸体 玛丽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 他们早已经遇难 来不及伤心难过 外面传来巨大的动静 维克托已端着电锯杀盗 不幸的必吃一号被锯掉了下巴 众人合力上前 试图一起制服维克托 但他的力量太过于强大 大家也只能先逃跑 只有导游小哥想上前补刀 结果自然是英勇就义 尚存半条命的必吃一号 最终也被贯穿在铁锹柄上 一命呜呼 此时仅剩四人 幸存下来的几人 身体早已疲惫不堪 这是本提议 跑是肯定跑不过熟知地形的维克托 我们只能想办法战胜它 本想起木屋里保存着汽油 提出可以用火烧死维克托 说干就干 四人再次回到木屋 取汽油的过程中 B12号悄无声息地领了便当 本也被堵了个正着 幸好屋外的两人及时赶到 合力完成了泼汽油和点火一系列动作 维克托身披火焰惨叫不止 最终终于倒地不起 再加把劲就死得透透的 可是天不长眼 这种时候偏偏下起了大雨 瞬间就把火焦灭了 于是三人逃到了一处木园 穿过木园就能到达市区 这时维克托惊艳登场 几人在木园里你追我赶 身心俱疲 马库斯最先被抓住 一个环抱勒到吐血 接着又被扯掉了双臂 轮到墙上粉身碎骨领了便当 本和玛丽逃出了木园 一路飞奔 维克托从木园门上 卸下一根铁棍继续追逐 本刚转身就被一根铁棍插中了脚 眼看维克托飞奔过来 本也不再逃跑 忍痛将铁棍倾斜 维克托来不及躲避 直接贯穿在了铁棍上 一命呜呼 本和玛丽也成功避免了领便当的命运 在幽静的小河边 一艘木船静静地等着他们 两人登上船 一起离开这片恐怖的沼泽地 小船上一切宁静平和 似乎都结束了 突然维克托竟从水下窜出 玛丽被拉进湖里 挣扎之时 看见了本伸入水中的手 一把拉住 出了水 却看见维克托那张无法直视的脸 此时的本也被扯下了胳膊 奄奄一息地倒在小船里 而玛丽也落在了维克托之手 到这里 电影就戛然而止 本和玛丽的命运如何 只能大家自己补充了 喜欢看我解说的小伙伴们请关注 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